11月23号的时候 南京宇花公安分局接到了工商银行 宇花西路之行的一宗报警 说是他们有一个客户差点被骗了十多万 之所以说差点 是因为在最后一刻被银行工作人员给识破了 来看今天的骗局揭秘 当天中午12点多钟 南京市民崔先生急匆匆跑进工商银行 称前两天收到短信 说自己一直在用的工商银行电子密码器要升级了 必须在三天内升级 不然以后用不了 因为崔先生经常要用这个电子密码器转账 在进银行之前已经输了一遍密码 但对方提示要再确认一遍 崔先生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跑进银行咨询 工作人员立马识破 这是一起诈骗案 因为我们工行的手机银行的这个戒指 电子密码器是不需要进行升级的 是不需要进行升级 而且这段时间 就是说外面 我包括我自己也收到过这样的短信 你看他非我们就把他发过来 都不是我们工行的短信 它的是我记得前面有很长的一个钱罪 是1006几 然后后面是9588 这个是有别于我们工行的一个短信的一个号码 银行工作人员立马帮助崔先生到柜台前取款 短短一分钟就将十二万三千元取出 并注销了电子账户 他在输密码的时候 手都抖了 然后确认人间都不知道怎么 一分钟不到 就得把这个钱给抢了出来 因为万一这个犯罪分子 利用他之前输的这个密码 倒数他的一个账户信息 把这个钱画整 都是有可能的 提醒广大观众 电子密码器失效 升级属于不法分子常用的诈骗术语 如果收到此类短信 应直接打电话联系银行工作人员咨询 或者到银行网点柜台办理 绝对不能通过短信中的网址 登入网址